接下來是一些簡單的問題 這種問題其實也有人考過 雖然有點笨 但是還是有人會考過 他問我說這些狀況 就簡單的問你 你看到的是什麼東西啊 你看到的是平均速度還是平均速率 是順時速度還是順時速率 其實大部分的答案都一樣 我們開汽車機車上面有個碼表 碼表上會顯示你開的有多快 請問你他所顯示的是平均速度 平均速率順時速度還是順時速率 哪一個 他顯示的是誰 分號 好啦他這裡只問你速度還是速率啦 他問了速度還是 順時速率 錯 他問他顯示的是速率 這個上面只有大小 六十五十七十八十一百一百二 沒有方向 所以他顯示的是一個速率 而且是順時速率 而且是順時速率 當時的那一個瞬間 你車子的快慢 所以剛剛講過他平均還是順時 平均還是速度 剛剛講啦 平均嗎 平均嗎 順時啊 那一點 你眼睛看他的時候的那個點 他到底跑得有多快啊 所以他是一個順時啊 你看的那個瞬間 車子現在這個瞬間 他有多快 所以他顯示的是一個順時的速率 他顯示這個順時的速率 OK 那個高速公路上有限速啊 有的限速90 有的限速100 有的限速110 然後呢 有個時速限制 他請問你 他限制的是你的平均速率 還是你的順時速率 他限制的是哪一個呢 來 這個又沒有的人 沒有拿掉他好不好 每次都抽到他很煩耶 明明就沒有這個還要抽他 你給我坐好 25 25 限速限制的是平均還是順時 顯示的是順時 請坐 他限制的是你 經過那個測速器 或者經過那個點的時候的快慢 所以呢 他限制順時 他只限制你的大小 沒有限制你的方向 所以他不是速度 而是速率 速率 然後呢 是限制的是 那個時間 那個點 不能夠超過 或者說 隨時都不能夠超過 隨時都不能超過 所以他顯示 他限制順時速率 然後你不幸呢 超速了 然後被咔嚓拍一張照片 然後罰你錢 照片上會顯示 你當時 那個 咔嚓的時候 可以拍一張 上面顯示你開得有多快 然後說你超過速限 所以要罰你錢 請問你 他上面所顯示的是順時還是平均 上面所顯示的是順時還是平均 上面所顯示的是順時還是平均 順時 好 要錢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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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錢 他寫得就是咔嚓照相 開得有多快 而且也只管大小 不管方向 所以他是速率 而不是速度 然後是咔嚓照相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有開得多快 所以他是順時 所以順時 所以這是很簡單 可是也有人考過的 就為了他拍了什麼玩意 那很簡單 就是 平均還是順時 速度還是速率 可是在日常生活中 其實 盜用的都是所謂的速率 因為生活裡面經常不在意方向 只在意快慢 可是在理化在做一些研究的時候 那個方向很重要 所以我們重視速度而不是速率 就是很簡單的問各位 一些東西他是平均速度還是平均速率 順時速度還是順時速率 就這樣 很容易的 OK